我今天要来广州还车 把这辆C63还掉 就这个吧 这个吧 干不凉 你知道我这几天看就C63还好 你百万网红花不起吗 怎样 还不起是吧 还不起是吧 还不起 还不起 我今天不能还车 我刚好是这样的 就我成都的朋友在跟我讲说 这几天广州的二手车市场好像不太景气 所以我想说看能不能搞几台便宜的 捡个漏食回去什么的 我是听他们很多人说 现在那个亏哥 因为亏道不行 所以外号叫亏哥了 那不就问他 我们就再去找花王快点 对对对 花王菲老师 不是 我停那边了 这是我的二维码 这还可以吗 还可以 那今天有什么任务 今天我们是想说过来收几台车 就听说你亏的就是有点不行了 我的花王菲已经不是我那个名字了 亏损的贵 的那现在什么车 亏得会比较严重 其实就是一些个性玩乐的性能车 就比如你身后的这三台 我有点想晕 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玩乐的气氛 大家都偏向于买一些实用的 还有性能源出 所以一向以前就超保值的 或者是有点涨价的那种的 那个情况就往下降 就比如这台BLC 以前这个限量版 真的是可以说是超保值 但现在的话 价格还会归理性的一个区间 偏向好行情一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我假如手头有一台新86 你觉得它将来会帮我赚钱吗 其实早在半年前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也对的 但同样是丰田就好像super了 现在已经从曾经的拼命加价 有点优惠了 所以如果这台86 我会不太看好它是可以赚钱 说到这个86 我订了一台新86 丰田公布价格35万多 就是丰田明明可以去抢钱 但它送了我一台车 冷静点 不要得罪 不要得罪假 冷静点 现在的行情就已经有所回落了 之前就真的是一车男球 现在是33 34 已经可以找到二手 啊 这么便宜的吗 现在出一台全新的新86 有意的私信我 当然是如果一些比较稀有的颜色 好像黑色啊 银色那些还是蛮宝 但是你说赚到 应该是没什么可能 对对对对 你订回来赚 那现在这个FK8的话保值吗 打FK8呢 因为新那一台 那一代要有营物主 所以对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这一台你现在多少钱 现在的话这台 连上这些升级件的话 50出个头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的关系 今天45能不能开走 45考虑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些 你看这有点这种 不是很精致 这样再少3万 这些都很容易解决的 我帮你舔干净它好不好 只要你愿意嘛 老板我加5000我加5000 那我这几天开了这台C63呢 C63呢就真的是永远的痛 那以前好像这一台呢 是我们本土的酒市内的牌照哈 还是蛮值钱的 这九个市是可以互相牵来牵去的 所以牌照相对比较值钱 车的话如果之前有35 就随便卖 但现在因为呢 一个是油费很贵 所以这类大排量的新能车呢 价格就会往下跌一点 那你看今天20这台我能不能开走 这几天还是有一点点感情 100多万粉丝啊 20还是有点勉强 只有30吧 30我觉得可以 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30都买不到一台普通的C级了 对吧 这就是像小红这种新势力的新能源汽车 它是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保值吗 其实呢之前的也是相当保值 但最近有点变化 因为各地的有限电啊之类的情况出现 所以最近新能源车呢 就也会有一波的小旁边的下跌 那现在这台小红要多少钱 这台车的话新车落地的话 现在要去到289 我今天15能不能开走 不要买小棚的 就买小牛比较好的 那今天老板你15万给我找一台牛 15的小牛呢 就是小牛电动车 这电瓶车我是不要了 但是就是在广东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很喜欢日本车嘛 就是广东人最爱日系车 那大家传言日本车都一直很保值 那现在是这样吗 好像这一台唯利哈 这是东本的英诗派19年的 这台车又被退了车 我是亏了2万块都退车 为什么啊 两个原因呢一个待会再说那个航行问题 一个呢就是这台车上不了我们广播的节能牌 因为这一台的批次问题 在这个政策之前就生产出来 上不了节能牌呢又要多亏一点 我日系车保值 保值我直播间天天派 要亏钱 怎么拍它也不会涨起来了 而且呢这些日系车啊 在这两拨呢 一个就是一个扣置税减半 一个呢就是我五车互签的问题 这两个政策下来 起码跌了有接近两成 那现在你这个展金里面最保值的车是什么 特斯拉 特斯拉吗 之前因为芯片准确了 而且它一涨再涨的时候 很多人早买了 结果卖出来可能更贵 所以特斯拉居然还是现在二手市市场的保值升级 对算是一个香薄薄 把帧率更胜日系车 那我觉得老板既然特斯拉可以赚钱 那就把特斯拉留下 我这个人吃点亏 我们继续说一下那个40万 能不能把那个Type R开走 45啦 不要说这些 老板那GD有没有那种心心相性 你能不能理解 40 40就留下个发动机 可以商量吗 可以慢慢谈吗 没有谈的40 装个FK7的发动机 你先走了老板 我应该在彻底 我应该在彻底